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7日 大家知道,我不重複了 港大的學生會那裡 就已經被這個阿餅強重重報防各樣 被禁止出境 連日來,你看到很多大學各樣 不停去割席 提醒其他的學生會各樣 其實就這樣說 人家立陶宛其實已經提了水 不過也是的 德文、立陶宛文那些國家 但是,一旦調查程序啟動的時候 就不說什麼了 就這裡要說一個人物 而那個人物就是做了一個非常之差的示範 那個就叫做袁國勇 為什麼是袁國勇呢? 聲元名國勇者 就做了兩個錯誤示範 其一,他曾經在360度 經常都說家庭觀眾不要學習 就是在這裡自針 什麼叫自針? 就是自己皮內注射 還要是打洋人疫苗 那你打洋人疫苗就已經不對了 已經是不愛國的了 同時之間,你還要自己針自己 萬一家庭觀眾 一個不小心跟著你學習 那不要說家庭觀眾 就說他師弟 又是廣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讀廣大的 不過,隨便吧 總之,那個醫生 22歲就跟著他了 然後在這個做疫苗界的先鋒 在這裡注射復必泰 然後就坦了 中風 我認為當局是應該吊銷他的醫學執照 因為坦了之後 你是醫不好人的 同時間開藥 你記性不行的 很多的後遺症 所以是應該註銷他的醫療資格 就不要讓他為禍人間 而我記得盧寵茂是有探過他的 就說他一切正常 康復得不錯 只不過仍然流眼水 流鼻水和流口水 還有還有 梅爾麵攤 同時間 他也是師兄那些 醫學界也是師兄的 孔凡毅就說到 他天生命血管有事 大概是這樣 但這個就是第一個錯誤示範 你令到那些師弟仔以為 復必泰 你這麼帥 這樣接種各樣都可以 接著就群起而效法 結果就有幾件 不過這件 就不屬於我的服務範圍 我講過我的服務範圍就是 你哪個陣亡的人士 我就打到他魂飛拍散 這個免費服務 免不招生 在地獄煉火裏面 那就是愛好 這個免費服務 但你疫苗碰瓷 想著 握政府那三百萬元 你不用指 我們是不會姑息這些人 此其一 其二 我先講結論 第一 你就不應該入香港的大學 無論是港大 中大 浸會大學 城市大學 理工大學 樹人大學 各間大學 你都是不應該給學費進去讀的 你看看 如果你不入讀大學 就不會參加大學的學生會 如果你不參加學校的大學學生會 你就沒有那麼多壓力 沒有那麼多壓力的時候 這個就不會被人叮上吧 至少你發不到聲明 但是其中一件事 如果大家還記得 又要倒數一下 就是這個 袁國勇教授 當年 如果大家還記得 在這個肺炎初起的時候 袁國勇教授講過什麼 就講過這個 吃野味的文化 還長篇大論 講了一大堆 總之 今時今日 就算飛到英國來 那些藍小姐藍先生 都會覺得 非常之硬意的說話 你說什麼 野味呢 然後他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道歉 收翻 這個世界 你不是袁國勇喔 所以呢 袁國勇收翻 是不會有事的 因為人家是有江湖地位 人家呢 簡單說 要認清目前的情勢 當然啦 你講的 因為現在 阿餅已經發動了 那他就搞到非常之恐怖了 整件事 一來 巴士上面 公共交通上面 他又要手劫喔 萬一 一個下 一個不小心 可能 啊 這樣講啦 近來你就不要買些 比較敏感類別的東西 例如 你買幾個那些 蘭桂坊套裝 這樣說 有雷屎 各樣那些 穿了洞 那些 這樣的時候啊 哇 一旦翻箱倒籠了 倒了這些東西出來 是多麼尷尬的一件事情 那其次呢 在香港地 你最好不要做裝修佬啦 如果不是啊 都幾麻煩 廚師都危險呢 你萬一買了些廚具 或者裝修器具 文言都危險啊 你買萬字夾 哇 用什麼你這個萬字夾 啊 就是拗殖了 是有機會啊 傷害別人 那到時啊 又要邀請回警署協助調查呢 那說回學生會那件事啦 就是人家袁國勇 是做了個非常非常非常之差的示範 彈出彈入看不到 啊 九品芝麻官都說過來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啊 反而九品芝麻官呢 就教導你 啊 正確的事情了啊 由於方唐鏡啊 當時 誰的勢力範圍啊 是包龍星勢力範圍啊 那他是詐權話事的 那既然他是詐權話事的 那你跳出跳入的時候 他是可以奪去你這個功名 奪去你受彩的資格 甚至乎啊 啊 來福又會出現各樣的了嘛 那當然啦 有些人就可能啊 繼續鼓勵鼓吹 鼓舞這些事情 啊 那繼續發生 那但是呢 從來啊 你就算是鼓勵鼓吹各樣的 你是應該State了 啊 真正那個結果才是的嘛 而又查實了 就是這麼嚴密的佈防底下 啊 有些像新加坡啊 我開始覺得啊 啊 無怪乎和新加坡一起搞這個空中裡浪呢 就是大家呢 真是接通天地線的 有些 其實啊 新加坡就是玩這套的咯 之前啊 如果大家還記得 有個叫余彭邦的小孩 那當時啊 啊 又是啦 就得罪了這個新加坡政府 啊 那又是這個新加坡政府 啊 又有東西招呼他了 那有些啊 就可能勸勉那些學生各樣 好好地讀書 過幾年 啊 那就是升學移民咯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 就是 不是幾好的 雖然 每個大學生都有獨立思考的了 那但是啊 你就不應該那麼遲來 就是直接啊 去申請加拿大那些 那就是算的咯 那當然啦 就有很多可能是出席的 就是 說著有一些捉鬼敢死對各樣啊 那於是乎就令人不滿 欸 你經常說 什麼鬼什麼鬼 那於是乎啊 啊 又令到有些人 就產生不滿的情緒來 尤其啊 再加上有些人 啊 又煽動了這件事 對啦 他們啊 經常說這個鬼那個鬼 太過份了 各樣這些 這樣的言論啊 就是可能 在那裏講這些東西的人啊 不在香港的咯 那結果 不在香港的人士啊 就煽動了一些 在香港的人士 不踩紅線呢 那這個是 非常之不負責任 所以我經常都說啊 是不應該 啊 對於留下的人啊 那又說不做些什麼 不做些什麼 因為他們 是切切實實 啊 會付出代價的嘛 你就看下 內地那個環境是怎樣的咯 可能你會發現 那些人 非常冷漠各樣 但是其實呢 是因為啊 那個環境使然 那今天啊 就要講一個故事了咯 那就講這個 顏鷹 我相信很多人呢 就不是 很有心情聽到這件事啊 也都 有點而沉重 但是其實就是 正如我之前說的 在深海的環境啊 那就有些深海雨啦 那深海雨呢 只是點一盞燈 而那盞燈呢 基本上呢 就是很微弱的燈火來的而已 你只能夠輕輕地抓住 這點兒的燈光 而深海雨來講啊 就是在個這麼暗 冰冷的環境呢 它都還可以有 少少微亮的光芒啊 那你就已經要佩服 這條深海雨的求生之道啦 就是周圍啊 又來又去 看看有沒有些微生物食 到它吃飽的時候了 充足了 有氣力了 又高一點點 尋找更光明的地方 繼續覓食咯 還有 這個呢 又要講講啊 有擴大化的跡象 啊 有叫 就是之前呢 梁振英都講過 去擊進化 我都說啦 你看一下大公文匯梁振英 三樣東西點燈 那就沒錯的了 至少紅燈的時候 你知道是紅燈 雖然明明是綠燈 突然轉成紅燈 突然轉成 不會給你多少日子 神之又神 真的沒有什麼日子 很快的 人家的action 那講回梁振英之前 都講過去極端 啊不是啊 他說去極盡 這幾個字 不記得他講什麼了 那繼續講回顏英先 當時啊 楚王就想羞辱這個顏英 於是乎呢 他就 找了個齊角人 就說 這個人在我境內犯事 偷產啊 顏英呢 就順著個勢 頓藤摸瓜 就跟這個楚王說 那楚王先去 他就說 齊角的人 喜歡吃東西的嗎 反應就跟他講了 你有沒有聽過呢 齊角有一種很甜美的蔬果 就叫做 骨 那些骨 有人 就拿到來楚角那裡種 那楚角 種完出來的那些 就叫紫 那你那些紫 拿出去賣的時候 霸酸到人吐口水 原因 就不是人的原因 是土壤的原因 骨粵懷 就為紫 所以齊人呢 在齊角 就不會吃東西 這個就是骨粵懷為止的故事 土壤史言 制度史言 金葉劉淑儀 經常都 你見到她經常都跟她的寶貝女 又送雞又成啦 她的寶貝女 很喜歡去英國那頭讀書 為什麼無故說起她呢 就這樣吧 今天講到這裡